腊肠搭配土豆,这是我们家每年年夜饭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或者是来客的时候,我们家必做的一道菜 只要有这么一道菜,其他的菜会剩很多,只有这个菜是光盘的 首先把土豆去了皮之后,然后把它改到切成薄片 不要切太薄,稍微带点厚度 把土豆片切好之后,然后再准备一盆冷水 再把土豆片放到冷水中浸泡大概五分钟,把淀粉泡掉 耗土豆的时间,我们来准备大概两根香肠 把香肠改道切成薄片 腊肠片不要切太薄了,稍微带点厚度 切好之后,先放到一边备用 锅里边烧水,把土豆片放到清水中,给它焯一下水 不要煮太长时间,煮20秒钟就可以捞起来了 起锅烧油之后,先把腊肠放到锅里边 先给它煸炒一下,炒出香味 再放一把姜蒜,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那么一两分钟之后,然后再把焯好水的土豆片直接放进来 接下来开始调味,调味料放得很简单 放两勺的生抽,再放一勺蚝油,再放适量的食用盐 放了调味料之后,再给它翻炒均匀 如果家里边喜欢吃辣的,可以再放点小米辣进来 翻炒个一两分钟,最后要出锅的时候再把蒜苗放进来 土豆和腊肠这种神仙的吃法很多人都没吃过 下酒又下饭,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安排上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